天與香港的軍事行動 俄羅斯對烏加蘭的軍事行動持續 幾乎當局說俄軍已經控制 前自建駱貝爾核電廠所屬區域 布林選擇這個戰 market 多过西方国家都谴责俄罗斯攻击乌克兰 又推出多项的制裁措施 英国扩大BNO占证计划 容许97年之后出世父母其中一方 有BNO身份的人直接申请 他讲过下午收市表现 向此中共收市下跌了35点 报22866点 总成交超过789亿 最会有港股 恒生中国企业升1.4 腾讯股跌8毫 美团升4元 阿里巴巴升1.5 盈富基金跌4先 汇红跌1.75 快手升1.5 药明生物升3.6 港交所跌2元 有帮保险跌1.5 恒生科技指数捕5143点 升74点 互港通额度使用方面 内地投资港股的港股通额度余额大约是405亿人民币 投资内地A股的互股通 每日额度余额大约是485亿人民币 至于新港通的额度使用 内地投资港股的港股通额度余额大约是413亿人民币 投资内地A股的新股通 每日额度余额大约是481亿人民币 内地股市 上证综合指数升18点 深证成分指数升143点 渣打银行调低本港今年经济增长预测 由2.3%下调到1.2% 反映近期新冠确诊个案急升 及收紧社交距离措施 渣打说本港第一季经济可能出现收缩1.3% 在第五波疫情爆发之前 渣打曾经预测本港第一季经济按年增长0.8% 渣打说电子消费券应该有助于下半年经济复苏 但进一步延迟通关仍然对经济有损害 看其他消息 英国政府宣布扩大英国国民国湖海外汇照 即是BNO签证计划 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回应 警告英方将会致障恶果 修订后的计划容许1997年后出世 父母其中一方拥有BNO身份的年轻人直接申请 并会在10月生效 中方批评英方公然违反中英联合声明 及双方备忘录的约定 以及香港国安法 反复操弄BNO问题 暴露他偽善面目 及唯恐香港不乱的卑鄙企图 吳敦促应方放弃在港延续殖民影响的幻想 立即纠正错误 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 否则必将自取其辱自制恶果 政府说正是努力加大检测量 但目前小市民采养之后要等多日才会有结果 有转货医生说会令检测发挥不了效用 患者也要小心提防将病毒带回社区 黄大仙一间社区检测中心贴出告示 说做免费检测要等至少7天才有结果 即是要强制检测的市民 可能到第二或第三次强检测 都未有第一次的检测结果 有市民质疑等这么久才知有没有事已无用 又在护老院做事的市民说 院士规定要有三日内的检测阴性证明才可以上班 但他足足等了9天都未有结果 自徒腰包给240元做检测的 亦预计要等至少2天才出报告 有市民想回内地探亲 带了小朋友找了几间中心 都未能提供24小时内的阴性证明 又提供核酸检测服务的私家医院 部分近期预约已经满了 最快到下个月2日才可以预约 有专科医生说 如果核酸检测结果滞后 检测就发挥不到效用 他那个传染期可能都是5至10天左右 如果你是现在这样 你是要7天才有结果呢? 而很多时候他可能已经发生了两三天才去验 差不多到你有结果的时候 其实他那个传染期已经过了 那你那时候才去隔离他 其实已经没用了 那个检测可能就白费了 一个快速抗原测试阳性的人 其实你应该都是要初步当自己是感染了 都应该开始采取一些个人的卫生 戴好口罩 防止感染家人 防止将病毒带回去工作地方和社区 距离望内地专家可以支援加快化验流程 无先电视记者侄愿文部多 回来本港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说 优化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 是听取业界诉求而作的决定 新一份财政预算案中 百分百担保特贵贷款 由18个月雇员薪金和租金总和增加到27个月 上限增加到900万 还款期延至10年 邱腾华说措施是回应业界诉求 延长还款期增加贷款额 可以给中小企缴付租金等支出 帮他们渡过难关 另外预算案亦预留12亿6千万支援和发展旅游业 包括设立文化股积本地游 并提供6千万资助业界培训 邱腾华相信疫情消退恢复通关之后 相关资助可以增强本港的吸引力 促进经济更快恢复 有时一会儿 稍后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内地早前捐赠15万盒的中城药到港 由负责统筹内地医疗物资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 邱腾华接收 他说药物是加给卫生署或者医管局使用 中城药就是因为在卫生署和医管局中医治疗时有用到的药物 可能短期内有短缺时国家也很慷慨捐出一些 我们就将这些物资整合 然后分发给不同部门 因为这些是药来的 所以据我了解就是卫生署会将它用于作治疗用途 因此必须要中医的处方等等 如果在有剩余或者有能力的时候 或者有增加其他需要的时候 我们当然是乐意进一步和一个更广泛的民众分享 这个也是中央给我们的心意 但因为是药物的时候 都必须要顾及使用的时候 必须要处方等等 因为这些不是一些普通的一般的成药 而是它有一定的治疗功效 因此我们都要在这方面审慎 上水逃房明天起暂停屠宰服务 上水逃房因为有大批员工确诊 导致人手严重不足 食环署向业界发通告 说上水逃房明天凌晨起 将会暂停屠宰猪、牛、羊等 所有生口也不准进入上水逃房 湾仔道一带 湾仔道一带仍然有新鲜猪肉、牛肉出售 有肉档当主说 最近几天活猪来货量量大减 价格上升大约四成 转发财经消息 韩生市从下午收市日报22,866点 跌35点 总成交超过789亿 最后有港股 韩生中国企业升1.4 腾讯股跌8毫 美团升4元 阿里巴巴升1.5 盈富基金跌4线 汇控跌1.7毫半 快手升1.1毫半 药明生物升3.6 港交所跌2元 有邦保险跌1毫半 其他主要蓝筹股 汇控跌1.7毫半 邮邦跌1毫半 中移动跌6毫 港交所跌2元 煤气母息跌 韩生科技指数报5,143点 升74点 内地股市 上证综合指数升18点 深证成分指数升143点 港元跌到超过两年低位 分析预料 俄乌局势紧张 较上美国联储局 或者在下个月加息 资金流入美元 港元将会持续走弱 下半年或者跌到7.85港元 对1美元的药方兑换保证水平 香港的存款利息可能长期还会维持在零 这个水平 当美国当你看到利息慢慢上升 很多投资者都会知道 我放港元做存款 和美国放存款 基本上有个比较明显的息差 这个都会吸引香港的资金 留在美国做一些定息的投资 事实上你看看港元的银行结汇 其实都见到 已经在过去几个月跌了一部分 尤其是1,500亿的高峰 到现在大约3,300亿左右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 若果疫情受控 最快下季尾可以与内地通关 在第二个月或第三个月 休息回来有令吉时新闻